赵丽颖六月行程满满 期待《虎狼之路》和乔妍的新式两部电影 赵丽颖六月行程好多场活动啊 这个月能和颖宝多多见面了 很很期待住了 进入六月 终于轮到萤火虫和赵丽颖多多见面了 同时我们一起静候待播剧在人间 待播电影《虎狼之路》乔妍的新式早日与我们见面 这个月活动好多啊 感叹号 安利赵丽颖开年大爆角色第20条好秀屏 好口碑破圈的大爆电影角色 期待赵丽颖两部电影《虎狼之路》和乔妍的新式 赵丽颖粉丝真的超级幸福哦 上半年赵丽颖开年双爆 影视双开花好秀屏 审理好评如潮并且与凤行 还是赵丽颖监制的首部作品就爆了 下半年才刚刚开始 四个品牌活动 真的超级幸福多多见面呀 另外期待赵丽颖 带应作品《虎狼之路》和乔妍的新式 期待赵丽颖刚刚杀青的《在人间》 众所周知 赵丽颖每年都要有一个月来还债 终于可以见到出席活动的赵丽颖了 6月开始轮到我站起来追星了 品牌爸爸们也是棒棒的终于抓到赵丽颖了 本月是赵丽颖还债日但却是我的开心日 赵丽颖颖 赵丽颖之前一直在剧组拍戏 一拍戏就成了赵丽颖 现在好不容易杀青出来了 沁元 全眠时代 莫森 韦达 猛牛等代言爸爸赶紧一起出动 谁懂这样的感觉 就是一起争着来表达对代言人的爱意 一起给排面 我的代言人 是我的代言人 期待6月 期待在人间 虎狼之路 乔妍的心事 赵丽颖 这位在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演员 在今年6月的行程中安排了多场重要活动 让人不禁对她的敬业精神和工作热情感到敬佩 她的两部即将上映的电影 虎狼之路和乔妍的心事更是引起了广大影迷的期待 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已经成为了影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首先 赵丽颖的工作安排密集而充实 在6月 她参与了多个重要的宣传活动和拍摄任务 每一个活动中 她都展现出了专业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状态 无论是在红毯上光彩夺目的亮相 还是在媒体采访中的坦诚回答 赵丽颖总是能够以最佳的状态面对公众 这种敬业精神不仅展示了她对工作的热爱 也让粉丝们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感和担当 其次 《虎狼之路》和乔妍的心事 这两部电影是赵丽颖今年的重头戏 也是影迷们最为期待的作品之一 《虎狼之路》讲述了一段充满冒险和激情的故事 赵丽颖在片中饰演了一位坚韧不拔的女性角色 她不仅在动作戏中展现了出色的体能和演技 更通过细腻的情感表现 让角色更加立体和真实 而乔妍的心事则是一部情感戏 赵丽颖在其中饰演了一位复杂而深情的女性角色 她通过精湛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令人动容 赵丽颖的演技在这两部电影中再次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和提升 她能够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论是动作戏中的强悍女战士 还是情感戏中的深情女子 赵丽颖都能通过自己的表演 让观众深深投入到角色的情感世界中 这种多变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 让她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位真正的实力派演员 此外 赵丽颖的形象也深受品牌和媒体的青睐 她不仅频繁出现在各大时尚活动中 还成为了多个知名品牌的代言人 她的每一次亮相 总能引起媒体的关注和粉丝的热议 赵丽颖的时尚感和个人魅力 让她在时尚圈也拥有了一席之地 总的来说 赵丽颖在6月的《忙碌行程》中 以其专业的态度和出色的表现 再次证明了她在娱乐圈的强大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她的两部新电影《虎狼之路》和《侨颜的心事》 无疑将成为今年影坛的重头戏 带给观众无尽的期待和惊喜 王一博六一跳舞照曝光 酷蒙风格安抚人心 好友仪式感的王一博 每年都会准时报到打卡的 不是情人节 不是浪漫的节日 而是六一儿童节 谁不说王一博是宝宝呢 那么多的妈妈粉 自然需要给这个大宝宝一份专属的宠爱 一起过童真未敏的儿童节 话说 就在六一这个充满童真和快乐的日子里 王一博的工作室放出了一张超级Q版的海报 让粉丝们惊喜不已 海报上的王一博 不再是那个高冷的男神 而是变成了一个既酷又萌的Q版形象 简直让人忍不住想捏一把他那圆嘟嘟的小脸蛋 这设计 真是绝了 王一博的Q版形象 不仅可爱到爆炸 还透露出一股子酷镜儿 仿佛在说 看 我虽然可爱 但我也是个有态度的酷小孩 双引号 这次的海报是王一博一个地板动作 单手撑的 两脚岔开的动作 一看就是前不久 参加奥运资格赛上海开幕式的彩排动作 海报上 有心地用了一个同款卡通形象出镜 这种设计 无疑是在庆祝儿童节的同时 也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管你多大 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童心 这才是重要的 工作室的这波操作 可谓是用心良苦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给小朋友们带来欢乐 也给大朋友们带来一份回忆和快乐 毕竟 谁不想在忙碌的生活中 偶尔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呢 记得去年 王一博躁儿童节的时候 还特别出引了一部影片热烈 那时候的他 是那个热血沸腾的陈硕 影片中的他 不仅展现了自己热爱街舞的形象 还不忘给小朋友们传递正能量 告诉他们要勇敢追梦 不畏艰难 而在此之前 王一博还晒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那个抱着爆米花 脸蛋晒得红通通 摆出胜利首饰的小男孩 真是萌化了所有人的心 看着他那纯真的笑容 仿佛所有的烦恼都瞬间烟消云散 每年六一 王一博都会用自己的方式 给粉丝们带来惊喜 他的海报 不仅仅是一张图片 更是一份心意 一份对童年的怀念 一份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 不管你是王一博的铁粉 还是偶尔关注他的朋友 或者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的路人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庆祝这个充满童真的节日吧 保持一颗童心 生活才会更加精彩 王一博 作为新生代的全能艺人 无论是在影视剧中的出色表现 还是在音乐和舞蹈领域的卓越才华 都深受观众和粉丝的喜爱 近日 在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王一博放出了一组跳舞照 这组照片迅速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和喜爱 这不仅展示了他一如既往的酷帅形象 更在这个充满童趣的节日里 带给了大家一份特别的温暖和感动 首先 这组跳舞照中 王一博的舞姿依然那么潇洒利落 充满力量感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舞蹈的热爱和投入 让人不禁为他的专业精神所折服 无论是复杂的动作还是简单的舞步 他都能够轻松驾驭 自然流露出一种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 王一博用他的舞姿再次向我们证明了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还是一位极具才华的舞者 其次 王一博在这组照片中展现出的不仅仅是酷帅的一面 还有他那份难得的童心和俏皮 六一儿童节 本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 而王一博用一组舞蹈照片 与大家一起庆祝这个充满欢笑和快乐的日子 他那充满童趣的表情和动作 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舞台上尽情释放自我的大男孩 这样的王一博 既酷又萌 不禁让人感叹他的多面魅力 此外 王一博通过这组照片 还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舞蹈的激情 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正是他能够在娱乐圈中不断前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王一博总能用最阳光的心态去迎接 用最饱满的热情去投入 这种精神 不仅鼓舞了无数的粉丝 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 王一博在这次的六一儿童节里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粉丝们互动 他那既酷帅又萌的形象 不仅让人感到亲切 更为大家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感动 他用舞蹈照顾了每一个粉丝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感受到了来自他的温暖和关怀 总的来说 王一博这次的六一儿童节舞蹈照 不仅展示了他在舞蹈方面的超凡才化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那颗充满童心的赤子之心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年龄多大 心中永远要保持那份纯真和热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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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